好 各位 今天是小老弟 老鐵門 又來聊 那C集呢 我們就繼續來玩這個NBA Jam 那我說要錄那個就是簡單一點的 好吧 那我們就C集玩簡單一點 那簡單一點的我亂玩好啦 我選那個 選這種火柴人好了 火柴人 我選黃色 我看一下 這個是隱藏的 這火柴人很強喔 看一下 灌籃的最厲害的是 好 我們選醬 那我們來選哪一隊 你們想看哪一隊 拉布朗嗎 拉布朗以前是在克里夫蘭騎士 拉布朗跟樂布好不好 還殺Irvin 跟Irvin好不好 James跟Irvin 好不好 那我們就開始啦 我現在是選這種火柴人 好 我忘了選簡單一點的啦 算啦 沒關係啦 選藍的一樣 不管了 好 我們就來示範 一樣 好 火球了齁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火球 火球了 火球你看他飛很高 他的困難的 就是花樣會很漂亮 欸 防守啊 孩子 人家可是小皇帝耶 唉唷 電腦的防守很不錯 欸 不會吧 不會吧 我這一局的那個 時間比較少 用比較短 上一場的時間用太多了 是必須要 你那個超球啦 跟什麼推人啊 跟什麼 都時機要 要算得很好 哇塞 哇塞 什麼 喔 火球的 你看他命中率會比較高 然後他灌籃 他飛超高的 花樣很多 唉唷 那這樣就被破解 我這個小綠人的灌籃蠻好的 但是人家好歹也是小皇帝 不能忽視喔 欸 假動作 欸 有時候不知道怎樣會 變傳球 怪物騎兵是不是 Stickman 火柴了 然後我不是不投外線啦 是因為你外線真的 外線你真的沒有辦法那麼準 灌籃是最好的 灌籃是最好得分的方式 我們幫他換一下 不能換 來 繼續 球三分 你要火球的話 才比較會 才比較有可能會 才比較可能外線會進 不然是不太可能 然後像推人的話啊 你對這種電腦那麼厲害的 你真的你看你推會推不到 那麼會閃躲 所以通常我是建議不要推啊 用閃躲的就好 用超球的啦 不是閃躲 用超的就好 超的可能機會會比較大一點 我超不到 二威你幹什麼 那 好,完了,追不過去了 GO!TENDING 好,最後一節啦 扣下去 超不到捏,喔,Labron這樣齁 扣下去 扣下去 Hurby你想幹什麼 火球囉 齁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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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藍版啦,藍版破光光 防守一下好不好,孩子 後仰跳投 命中綠領 這個 這個遊戲你們不要以為說這樣好像很平常齁 你們如果是真的玩了的時候就是這個有一個難度 出oli 破散 好吧,我得了59分 五十九